剛剛這個燕角 就是蒸燕角的蒸滷啊 起來之後下面的水 還有剩對不對 我們也不要浪費喔 對 可是我不要那麼多喔 因為你知道我們燙青菜 其實一向水就是一點點就好 一點點 然後我們就用這個水 流一點點水來燙那個角白筍 角白筍跟那個杏鮑菇 對 因為接下來這道料理我們要教大家的是 三杯美人腿 除了角白筍杏鮑菇之外 看到蔡姐這邊的配料 當然三杯的配料就是一定要有 薑 蒜 蔥 辣椒 同時我們也要準備九層塔是一定要的 對 好 那這時候我們把那個角白筍放下去呢 我們的湯也差不多OK了 芹菜下去 來 芹菜下白 好了好了 非常好喝的湯 這樣就可以了嘛 是的 整個完成了 對 很簡單 所以真的是包一些燕角起來 放在那個冷凍庫裡面 隨時你回到家就好像下水餃 或是下餛飩一樣 煮一點點就可以了 來 到旁邊你就可以把它添起來 好 如果說怕吃不飽的話 再加個麵進去也很好 對 真的 對不對 也可以當湯 也可以當主食 好香喔 對 好 這樣就完成了 你看是不是我包那個包子那顆在裡面最顯眼 又大又圓滾滾滾 沒錯 等一下一撈就撈得到它了 沒錯 好 那我們剛剛那個剩下一點點水在這邊燙 角白筍還有杏鮑菇 同時我們的另外一個鍋子要先來炒三杯 對 那三杯其實我們那個薑要爆香 對 然後最好就是用老薑 煸香 對 對不對 煸一下 那這時候我們鍋子都先不放油喔 我先讓它烤乾 先讓它烤一下 對 因為它有一個濕度嘛 那我們這樣煸這個老薑的時候需要 麻油 不是 我們需要先熱鍋嗎 還是說冷鍋下去煸 要 先熱鍋會比較快 所以鍋子先把它熱一下 讓它有溫度之後老薑片再下去 對 然後我的麻油 麻油下去 對 蔡姐其實像做三杯的時候 這個調味料下的那個時機跟先後順序 都會影響到你最後三杯的味道對不對 會 所以你老薑邊一邊邊一邊 什麼時候加麻油 早加晚加之後出來那個三杯的味道 就會不一樣 對 好 麻油下去一點 然後醬油嗎 沒有 也是黑麻油 黑麻油 好 麻油 黑麻油 好 讓它煸香 那另外呢 我們 我要幫你處理蒜頭嗎 不用 我蒜頭要整顆 要整顆 但是辣椒要幫我切一下 好 然後蔥也切斷 你看 一般大家在講三杯的話 就是各種調味料的那個份量 都一杯一杯一杯 對 就叫三杯 可是我自己做過三杯的經驗 我是覺得喔 你要找那個自己喜歡的比例 因為有時候你自己做出來的那個比例 跟外面不太一樣 好 然後你的蔥要 大段 對 香味出來了 我現在其實火是熄的耶 那還波滋波滋 是 因為我不要讓它苦掉 因為我們麻油是先下了嘛 是 所以我其實我現在火是熄的 所以其實在前面這個 麻油已經下去的時候 火也不能太大 是 好 那我這邊冒煙就熟了 真的大家其實燙青菜啊 或者是這種燙杏鮑菇 都還是習慣說一大鍋水下去 把它燙熟撈起來 但是我們一直就是告訴觀眾朋友們 你要用一點點水 然後比較好 密封性比較好的鍋子 去讓這個蔬菜的水分自己冒出來 你聞 現在其實那個味道 就非常清甜的味道 哈 我聞 說我聞 現在就直接拿起來吃 我跟你說 杏鮑菇光是這樣啊 就是用蔡姐這種燙的方式燙 其實沾一點點醬油膏 或者是說 你連醬油膏都不用沾 它直接就非常非常好吃 對 小白筍 你剛剛講杏鮑菇嗎 對 小白筍 現在正式季節 好好吃喔 甜滋滋 太姐今天用的是三隻的對不對 對 三隻美人腿 還有那個浦里美人腿 我以前以為 我不知道這麼台北縣 而且離我巴黎那麼近就有 我還以為是浦里是盛材 結果那天去三隻才發現 三隻的美人腿非常有名 很有名 這個我知道 因為我大嫂他也是住三 他娘家在三隻 然後 他們就是也是盛產期的時候啊 三隻那邊的那個鄉親們 就會比較忙碌 因為美人腿很受歡迎 好 蔥跟蔥段放下去 就可以開始調味了 對 我先把它 因為它這裡面還有水分 對 趁它有水分的時候加進去 對 所以我們平常做三杯杏鮑菇 然後也是一樣的做法 今天再加小白筍下去 等於說比較軟的口感 或者是比較脆的口感 都可以同時品嘗得到 好 我現在要調味了酒 米酒 大概就是一大匙左右 其實如果調味調得好 然後本身那個 食物的香氣都有鎖在裡面的話 就不一定要買那個三杯的 那個鍋子對不對 對 那個叫什麼鍋 但是每次出去吃飯的時候 都會有那種 人家上菜都會用那個三杯 專用的鍋 你說砂鍋嗎 砂鍋 類似像砂鍋那樣 好 加一點醬油膏 對 最後我們要讓它慢慢收汁 要讓它收 對 因為我們的杏鮑菇跟角白筍 就會在這個時候 把它的那個湯汁的味道 都吸進去 然後就會很有味道 這時候就是中火嗎 差不多 中火 讓它收汁 對 放一點冰糖 冰糖一點 對 那我們就不另外再放鹽了 應該這樣 應該味道就夠了 因為有醬油了 對 然後前面也有香油了 是 那如果說你喜歡豆腐 也可以把豆腐炸一下 然後再灰進來也很適合 對 但豆腐的話是不是就要先下 還是要最後下 沒有 你豆腐要炸過 要炸過 對 要炸過 比較能入味對不對 對 好 我跟你說三杯我覺得很神奇 三杯就是你在做的過程當中 我自己的經驗啦 在做的過程當中一直覺得我到底有沒有加錯 我到底有沒有加錯 因為中間加了很多調味料 然後好像都聞不出來是三杯的味道 加加加加 加到最後一樣 你九層塔一進去的時候 那一瞬間 真的 三杯的味道跑出來了 然後我心裡就覺得好神奇 就中間那個過程一直在自我懷疑 沒想到最後突然就好了 好 你幫我顧這個 好 我要清另外一鍋 這邊還有一些 再把它加進來 慢慢收汁喔 對 那麼待會呢 除了這個三杯美人腿之外 菜姐還要再教我們做一個 角白筍的料理 是青炒的 青炒海鮮 嗯 那青炒海鮮 因為本身角白筍也很好熟 海鮮也很好熟 所以如果說 平常比較趕時間一點點的話 對 你就可以考慮用青炒的方式來做 要摻青子 好 這道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嗎 對 來 那個就可以放進來 九層塔下去 對 我就可以起鍋了 對 爆一下 哇 是不是 對 最後一個手續 九層塔一下去 那個味道就對了 神奇 對 像我覺得三杯 平常大家也會認為是比較重口味的料理 因為我們是三杯雞啦 或者是說三杯 魷魚啊 這些都會覺得說孔味比較重 那如果說用杏鮑菇跟角白筍來做的話 它其實就會把那個重口味稍微的稀釋一下下 對 就會同時有清甜口感了 對 好 好香喔 很香喔 真的耶 糟了 今天又忘了買白飯了 怎麼每次都忘記 這個等一下一定會開胃的啊 對 一開胃又要吃好多了 糟糕 守不住 好 這個味道非常好 這個三杯的味道 你聞到你口水都會急冒 是 我一邊沉 我一邊口水都滴出來了 太可怕 好 好 三杯美人腿完成了 好